林公公說,正海浮沉,要至所進退,新人士,新作風,所以都到英國牛津讀過神學 林公公有多受香港人歡迎,大家心照吧 不過去英國退休也好,避下風頭也好,總算是一個有taste的選擇 怎麼都好過深圳,而且還要選讀神學,給人感覺他都好像挺謙卑 神學和哲學是一個coin的兩邊,要理解宇宙人生,兩者不可或缺 讀神學不是一定要信教,相反是透過理性和感性,理解人類威何有神這個觀念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學問,既然空式考試範疇都要問學生對人生的看法 為什麼不問一下神學呢? 例如可以這樣問,又為高官知所進退,明白人生,就去外國讀神學 為什麼不回大陸讀佛學,又或者上武當山練呢? 不過這樣問就會傷了很多人的心 首先咬文雀字已經令到考試局頭痕,到底用不用神這個字呢? 一半形之一提到神就會令人想起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 考評局就會擔心,這樣其他宗教團體好像佛教、道教、伊斯蘭教那樣會不會走出來吵? 為什麼要用神這個字呢?不用如來阿拉? 這樣是不是歧視呢? 不過除此之外,神學和共產主義兩者不相容 共產主義是無神論 所以高官為什麼讀神學? 本身就是不給大陸面了 這條問題本身就很有問題 所以說來說去都是不會問的了 難道要學生回答 其實他這樣,等於一個男人當著女朋友面 和一個很漂亮的鬼妹來一個French kiss 擺明男人就想非你,兼不給面 這樣做,男人當然好無品 所以林公公就有品很多了 讀書呀,頗好聽呀 力照真是高,還拿光彩